现在中国人均寿命已开始超越美国,即使Covid大流行真的逐渐过去,我相信中国仍将继续领先,国以民为本,拨开所有正经噪音,当然其实人均寿命才是,中美国力中,当然不应是灵和游戏,谁胜谁负的最重要指标,经济上,我早指出今次大流行是中国加速追赶美国的重要催化势。 现今已成为所有专家的共识。 有些人预测超越点提前了3-5年,大概将在2028年出现,我估计更早一点,2025年都有可能,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不到一个月,忙于自疫,喜见已有起息,接种疫苗加速至每日约170万人,平均每日确诊已回落至10万人以下, 死亡人数亦跌至2000以下,虽然和中港等地相比仍非常恐怖,但总被特朗普掌证时,不人道,接近蓄意杀人的自欺欺人假自疫政策,已大有改善了,拜登刚着手组班和制定对华政策,仍未完成,但似乎尚算无实。 他宣布绝不可跟中国打仗。 虽只可算是理性的常识,但经历过疯狂特朗普年代后,即使如此基本的共识,也必须不断大声重新立场和遵守此最重要承诺。 中国不怕竞争只望美国有体育精神。拜登亦说明未来数年,中美间将出现极端竞争,在贸易、科技、外交和军事等多方面。 这必然是事实,中国也不害怕竞争,但只希望美国将保持一点体育精神,不要整天犯规,然后恶人先告状,采取双重标准,不停无乃杀方。 抹黑别人,拜登亦提到美中两国亦有合作机会,但就说明只会在对美国有利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 在应付疫情,全球气候变化和维持世界和平等大问题上,合作当然是双赢。 他的说法只显示小器和安抚英派的需要。 最后拜登说他的对华政策,主要目的是令到中国遵守国际规则。 听来官脸堂皇,但其实暗藏多个错误。 恶意误导世人的假指控和假设。 首先此句话就已暗示中国在贸易、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上,不守国际规则,但事实是恰恰相反。 中国遵守国际条约的纪录,世界供应非常良好,包括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巴黎气候协议。 以及现今联合国的COVAX辅助发展。 中国加疫苗计划等承诺,都极之支持,甚至超标,即使在特朗普任威下签署的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充满不平等条件,要求中国买者让买哪样。 而美方就仍保留大部分,违反WTO规例的关税。 中国也尽力达标,但去年疫情确严重,全球经济衰退,财稍有落差,大家不要误会拜登的说法。 代表美国自己是永远遵从国际规则的,对不起绝对不是。 美国人最喜欢自我幻想,美国例外论。 意思是美国是独特的,永远拥有道德高地。 有如教宗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永远是对的。 美国负责定下别人必须遵守的国际规则。 但自己当然的例外。 且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例如911恐习过后。 美国出师无名。 乱指控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即使有就是犯罪。 即使被联合国否决。 美国当然绝不理会。 仍然出兵攻打,涂炭生灵。 杀害了数十万无辜平民。 更令到全球伊斯兰教徒走向极端主义。 导致连新疆都出现连串恐习。 美国不止不参与审判战犯的国际刑事法庭,美军代表上帝。 杀人放火都事替天行道。 怎可能是战犯? 当他们斗胆调查美军在阿富汗滥杀无辜。 美国反而制裁ICC的总检察官和其他同僚, 所以特首林郑和其他港府官需被制裁。 也无需戒怀。 借家国区留慢慢周美跌至道德谷底。 贸易上也一样。 过去三年美国乱打贸易战。 针对中国。 墨西哥。 加拿大。 欧盟。 印度。 日韩等国多个行业征收违法关税。 更打压个别企业如华为。 TikTok和中心0981。 全都是违反WTO条例的。 但美国当然不理。 更恐吓退出WTO。 最离谱是借加拿大这笨人出手。 拘留孟晚周来作贸易谈判筹码,自古以来。 都有两兵交战。 不斩来洗的基本原则。 美国此举。 可说跌至道德谷底。 难为加拿大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 还好意思大声说不应以。 任意拘留人致为国际外交手段。 当年来美国指控华为。 利用通讯系统进行各种间谍活动。 但至今一丁点而证据都没有拿过出来。 到底是资料太敏感? 还是像伊拉克的WMD,大杀伤力武器,一样。 都是只虚忽有的,明眼人。 心里有数。 其实华为的最大罪行是什么? 间谍监控侵犯私隐,不公平竞争,都不是。 最重点当然是争夺5G标准的话语权。 即企图打破美国带头定下所有国际游戏规则的霸权。 特朗普再逃过弹劾遣美参院制度反民主。 最近贸易战中露出一线楚光,拜登写信级调查TikTok案的法官,指令他暂停调查,因为白宫要重新审核情况。 如不再无理要求TikTok出售业务。 当然是好事,暗示小米1810甚至华为,等其他被歧视的中国企业。 亦可能有转机,但我好奇想问一句。 为何总统有权要求法庭停止调查,西方整天挂在口边? 最伟大的司法独立何在呢?题外话? 美国参议院又再次让特朗普逃脱线动攻击国会山庄暴乱。 57票对43票。 不到需要的67票绝大多数。 这结果的继续显示参议院的反民主不公制度。 亦代表美国人缺乏勇气面对特朗普的种种罪行。 纽约和乔治亚州刑有一些调查。 再看看美国是否真的有法治。 法律面前是否真的人人平等,我有怀疑。 美关注华人权民主明显带有种族主义。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扮演了拯救世界的英雄。 因此登上了道德高地的顶峰。 至今已过了七五年多。 后经韩战和越战。 美国一度迷失方向。 道德高地也削低了不少。 但后来美国在冷战中。 不费一兵一出。 打败苏联。 更导致其瓦解。 美国又进入中兴。 但一如美国国务院前政策。 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所说。 德国和苏联的挑战。 仍都是白种人的互相争斗。 中国的挖起才是第一次非白人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正因如此。 美国近年对中国的攻击。 所谓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状况。 漠视中国人民支持政府的事实。 都尼概不了明显带有种族主义的味道。 亦因此而失去更多道德高地。 美国英雄霸和操控着全球主流媒体。 短期内中国也无法改变外国传媒的歧视。 和偏见。 但其实对中国毫无根据。 超离谱夸张的种族灭绝指控。 西方自疫失败。 自私团职疫苗。 但反而指责中国大方跟世界分享疫苗为 纯粹有机心的外交手段。 等偏颇报道和恶意抹黑。 已开始出现反效果。 反加速失去道德高地。 近日我已碰到不少人跟我说。 看完我的视频。 详细解释历史。 以及如何以科学。 理性和客观的方法来分析地缘政治的真相。 他们已梦醒。 不再盲目相信西方传媒。 躺香港不稳势影响中国以致全球安全。 事实性于红便。 况且在目前。 最需要了解真相的正是香港人。 因为在过去数年。 香港已成为足以影响中国以致全球稳定和安全的心腹之患。 如香港太过不稳。 甚至世界大战的机会都将提升。 即使不打仗。 只要中国变得稍为不稳定。 阻止全球气候变化的大业也必受影响。 有些悲观者认为必须在经世界战乱。 中国才可奪得道德高地。 我比较乐观。 我有信心中国发展已进入一个良性道德循环。 将能以得福人。 用善良之心。 科学和平的方法。 说服世人。 我期待中国在计人均授命。 超越美国。 GDP登上守卫后。 和平地奪得全世界的道德高地。